你有没有想过人体骨骼其实是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呢 每一根骨头都形态各异 有着独特的纹理和结构 它们恰到好处的拼合在一起互相配合 我们才能够傲然站立 翩翩起舞 勇往直前 可是你真的了解自己身体里的这些艺术品吗 你知道它们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吗 不同性别骨骼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 就让我们边话边说 来探究一下你可爱而又迷人的骨骼世界 大脑是人体最重要的指挥中枢 它只占2%的体重 却要独吞20%的能量 绝对是个用电大户 但这位大户却不可轻易触碰 否则就会让你电到晕厥 所以我们的身体为大脑打造了一顶坚固的头盔 这就是颅骨啦 颅骨并不是一整块 而是由21块坚硬的骨头连接而成 只不过它们紧密的锁在一起了 不过新生儿还没有完善的头盔 如故处于开放碎裂状态 这是因为人类的脑袋实在是太大了 不会点缩骨弓 就不能通过产道顺利出生了 所以大家抱小宝宝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哦 光有一颗大脑实在是太单薄了 得靠颜耳口鼻感受外界来助振 为了减少信息传输时间 这四个器官必须紧挨大脑 所以我们的颅骨上开了几个洞 以安放它们 视觉是我们最重要的感官 80%以上的外界信息都靠眼睛获取 草食动物的眼睛通常分布在头两侧 视野更广 以便时刻警惕掠食者 而我们人类作为捕猎者 则更重视判断与猎物的距离 所以我们的双眼位于头部正面 双眼视力叠加 形成裸眼3D效果 如果你试着闭上一只眼 去抓握身前的东西 你会发现距离感丧失了 想要精准抓握便难了 头是不能自己走路的 除非有人给它来上一脚 但滚着滚着 估计连大脑都会滚丢了 所以脊柱就要登场了 它相当于房子里的动线 连接着不同功能的房间 让身体可以灵活活动 脊柱还能支撑身体 其上附着着保护心肺的胸阔 和连接腿部的骨盆 为了达成这些功能 脊柱必须坚固又柔韧 于是便长成了 由24块锥骨组成的链状结构 分别是7块颈椎 12块胸椎和5块腰椎 其中颈椎和腰椎是可以活动的 而胸椎则不能 这也就是你可以扭扭脖子 再扭扭腰的原因 可是因为活动部位最容易受损 所以颈椎病和腰椎病都是很常见的 但胸椎病好像没有听说过 胸阔附着在胸椎上 保护着我们的心肺 不受外部伤害 但因为需要呼吸 所以它不像颅骨一样封闭 而是长成了中空的栅栏状 因为进食时 胃的体积扩张 而且还要确保胎儿的成长空间 胸阔下方有一个A字形空洞 人一共有12对肋骨 结实的肋骨之所以能够活动 依赖于胸骨和肋骨之间的肋软骨 但肋软骨和肋骨之间的连接处 是非常脆弱的 比如心肺复苏时用力过度 就很容易给人按骨折了 所以非专业人士请勿随意尝试 以免救护行为演变成暴力行为 除了胸阔 脊柱上还挂着骨盆 形状就像个大饭盆 里面装着大小肠 膀胱 子宫等内脏器官 但考虑到生产和排泄的问题 所以骨盆下端是开口的 而男女骨骼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在于骨盆了 女性的骨盆得负责 妊娠和分娩这两大任务 所以比男性的骨盆更宽大 得为婴儿提供生产空间 和尽可能大的产道 而男性的心肺功能上较强 胸阔也比女性略大一些 于是便形成了男性倒三角 女性正三角的体型差异 为了适应宽大的骨盆 女性的手臂存在一个向外的提鞋角 而腿部则向内聚拢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S型曲线美 而男性的四肢则相对比直 在跑跳等运动方面更具有优势 但男性的骨盆比女性小 内脏和肌肉已经挤占了大部分空间 留给脂肪的地方就很有限了 所以男性相较于女性 更容易出现啤酒肚 如果你现在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的肚子已经圆溜溜的了 别怪自己 那全是因为你的骨盆太小了 其实人类的躯干已经能够满足活着的需求了 但想要动起来 还需要腹肢骨 也就是手臂和腿 手臂不仅可以让我们移动 还能够抓握 投掷 所以它们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 但为了避免手臂把冲击力 直接传导到身体上 臂骨可不能直接附着在脊柱或胸骨上 所以肩胛骨这个中间结构 就因运而生了 像两片薄薄的三角形盔甲 达到缓冲带的效果 但如果肩胛骨和身体完全隔离 像做腹窝撑这种需要承受体重的动作时 就会导致活动过度 这时就需要个锁骨来捆住它 让它别乱跑了 但有趣的是 正因为肩胛骨被锁骨锁住 手臂的活动才更自由了 就像纷针有了纷针线 才能翱翔天际一样 灵长类动物之外的大部分动物 是没有锁骨的 比如你身边的小狗 它的肩胛骨被各种肌肉韧带牢牢固定住 前脚活动范围非常受限 所以请不要试图左右掰开它的前脚 它会疼的 而像鸟类和蝙蝠这样需要展开翅膀才能飞行的动物 就拥有锁骨了 人类的前脚能够那么灵活还因为它可以转动 但你觉得翻手掌这个动作是靠哪里转动的呢 如果觉得是靠手腕 那么请试着像这样紧紧握住手腕上部 然后你就会发现 啊 转不过来了 我们来揭晓答案 其实你的前臂不是一块骨头 而是两块 持骨负责去身 绕骨负责旋转 其实很多动物的前臂也有两块骨骼组成 比如马和狗 但却不能旋转 这是因为两块骨头还有缓冲冲击力的作用 比如人类的小腿也是相似的道理 手臂的尽头就是我们引以为傲的手啦 整个动物界只有人类可以完美的做出握这个动作 这也是我们能够精微操作工具的基础 拇指作为与其他四根手指站在对立面的叛逆分子 是我们握力的秘密武器 拇指虽然只有两节止骨 但它短小灵活 力大无比 单枚拇指的力量可与其他四指质合匹敌 当初涉及手机的人肯定是懂解剖学的 拇指打字的速度可不比键盘慢多少 腿骨的结构其实和臂骨非常相似 但因为人类的腿需要独自承担移动功能和支撑全身重量 腿部的骨骼肌肉比手臂更大 力量也是手臂的数倍 而且人类身体里最大最坚硬的骨头 骨骨就在腿上 它大约能够支撑成年男子体重30倍的重量 所以骨骨在原始社会也被当作武器来使用 其特殊的模样也被当成是骨头的代名词 比如海盗骑上的叉就是骨骨 说到人体哪里的骨头最漂亮 我肯定会说是脚了 因为足弓的存在 陆地上脊椎动物的步行方式可分为三种 有用脚趾夹行走的 比如说牛和马 它们的蹄子便是指甲 所以修蹄子或上马蹄铁 马根本不会疼 就像我们捡指甲一样 有用脚趾行走的 比如说猫和狗 这让它们能够敏捷且安静的移动 你有没有好奇过 马和狗的膝盖怎么都是向后的呢 那其实不是膝盖 而是它们的脚后跟 再有就是像人类这样用脚掌行走的 比如大猩猩 熊和松鼠 因为要更多的使用前肢 所以需要后脚有更好的支撑 脚的长度越长 奔跑速度就越快 所以用脚趾夹的跑得最快 而用脚掌的则处于劣势 但像熊大猩猩它们 需要快速移动时 会同时使用前脚 以增大不符 而完全依靠后脚移动的人类 本来应该只能缓慢移动的 但幸好我没有足弓 产生了脚尖和后脚跟 它们分别承担了 四足动物的前脚和后脚的作用 所以人类目前奔跑的速度 还不算太慢 虽然我们跑得慢 但汗线发达散热强 所以具有长跑的能力 早期人类的捕猎方式 就是整日追踪猎物 直到其筋疲力尽 不过也有些人会出现扁平足的情况 这种足弓不能顺利的接受体重带来的冲击 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扁平足的朋友 请记得体谅他们哦 你的身体是一件来自大自然的杰作 里面蕴含着世界上最美好的艺术品 每一块骨头都是鬼斧神工的产物 比任何机械设备都更加精密 请好好珍惜这份馈赠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运动健身中 都要好好呵护 下一次 你在看到骷髅架子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那么害怕了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